因為30條昨天才正式公佈 我們現在和內地有關部門 都在研究具體的措施 所以理事長現在還在橫琴 跟他們開會 就是在研究下一步 我們見到逐條要在具體的措施落實 所以我現在未知道 他們下一步的詳細措施落實的情況